7月26日,据印媒《印度教徒报》报道,中印外长在老挝万象参加与东盟有关的会议后,举行了双边会议。 当着王毅外长的面,苏杰生说了这样一番话,稳定两国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,我们应以使命感和紧迫感来处理当前问题,包括解决实际控制线长达四年的军事对峙。 为何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显露出急切和渴求,尽快解决问题的态势? 7月8日,印度总理莫迪访俄,这是莫迪赢得第三个总理任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,首访选择了莫斯科,这足够体现出印度对发展印俄关系的重视程度。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,美国将俄乌冲突结果与自身霸权利益相挂钩,印度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,却一再靠近俄罗斯。 这在无形之中损害了美国的利益。 因此,对于莫迪访俄,美方的回应是,已直接向印度表明了美国对印俄关系的担忧。 美国为了唯独遏制中国发展,动用行政手段将部分产业链转移至印度,促进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。 在印度与俄罗斯走近的情况下,美国是否会动用行政手段迫使部分产业链从印度撤离,来给印度一个下马威? 这是印度需要担忧的事。 自从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,印度对华政策变得非常激进,时不时编造一些理由打压在印度经营的中企。 据印媒《经济时报》披露,受中印关系紧张原因,过去四年,印度电子制造商损失了150亿美元,造成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。 在与美国关系变得微妙的局面下,印度对修补中印关系有需求。如果中印边界问题得到解决,相应的,中印经贸合作的一些障碍将被清除。 这有利于印度应对来自美国的潜在隐患。印度制造业处于发展期,竞争对手主要是跟印度一样处于发展期的越南等国家。 中国制造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,有能力向印度、越南出售中高端设备。 如果因为一些障碍阻挡,印度无法从中国采购所需要的设备,不得不转而采购西方昂贵的设备,这将会导致印度制造业在与越南的竞争中处于劣势。 因此,印度需要改善中印关系,来为印度制造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。 除了经贸领域外,印度在军事领域也耗不起。 3月8日,一媒报道称印度国防部已经采取行动,在中印边境地区新部署1万名士兵。 印度往前沿地带,堆了大量兵力,耗费了大量军事资源。 印度处于工业发展初期,赚的都是辛苦钱,部分资金用在与中国的对峙上。 长此以往,印度耗不起,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,印度响应美国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,加入了围堵中国的小圈子。 中印边界危机爆发,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是印度为了向美帝交投名状,获得美国提供的利益,从而蓄意在中印边界挑衅声势。 印度是主动发起挑衅的国家,且已经从挑衅中获利。 如果中国对印度宽厚仁慈,是否会让其他国家产生一种错误认知,即挑衅中国后既可以得利,又不用付出代价。 因此,基于捍卫国家利益原则,中国需要慎重考虑是否要迎合印度的诉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